花姐, 我上班了 阿耀, 晚餐要不要煮阿菲飯? 不用了, 她開會有飯吃的 不用預約她, 我又回來 行了, 這樣呢? 阿耀, 我是楚楚, 記不記得我? 楚楚?從美國回來? 是呀, 昨晚 老同學, 不如大家見面吃頓飯吧 不如就今晚吧 今晚吃飯? 幹嘛?你怕老婆不高興, 罰你站街嗎? 怎麼會? 好, 吃飯吃飯, 見面吧 楚楚?怎麼這麼熟? 我和你拍過拖的那個? 阿嫂, 你的記憶力挺厲害 那是我的初戀 沒有, 在美國花里 十幾年沒見, 她說約了吃飯 好, 那就去見面吧 不, 看看她老成怎樣也好, 是嗎? 什麼? 不要跟阿菲說 你知道, 你是阿拉索, 有時候… 這首歌不懂唱, 我只會唱八渣戲 記住 開心… 這首歌不懂, 真是小器 再見… 主任, 我們今晚一起吃個飯吧 吃飯嗎? 不好意思, 今晚我約了人 不是呀, 我這麼巧, 主任 你又約了人嗎? 難得大用禁闊, 請我們吃飯 一起去吧 是呀, 主任, 不是不賞臉吧 我告訴你, 賞朋友不是炒股票嗎? 現在不但沒事, 我鹹魚翻山 一賺一賺, 今晚吃喝喝的, 全都是我的 好… 真是很吸引 不過話說回來, 我和我十幾年沒見面 現在還要從美國回來, 一定要見面 不好意思, 你們吃, 我先走了 阿姨? Amy姨, 哪裡發達了? 阿姨, 頸這麼閃閃 找兩餐而已, 發鬼發馬 今天這麼巧, 跟老婆來撐桌嗎? 不是, 我美國的表妹回來了 約她來聊聊天 每天吃美食是比較單調的, 明白了 別胡說, 真是我表妹 我通氣的, 明白了, 要記 我那邊, 慢慢… 表妹, 是這樣 有張桌子, 我要記住, 沒問題 好… 這就說明記, 好 對 好吧 康主飲? 對 這麼巧, 你在這裡吃飯嗎? 這麼巧 對…這麼巧 對, 你的同學還沒做到嗎? 我同學? 我的同學坐在那邊而已 只是打電話而已 明記 老同學, 這麼久沒見過 對… 才可以的 對… 點菜… 妖精, 點菜吧 來… 你在美國這麼久 我也不知道你喜歡吃什麼吧? 不斷衣櫃飛雞一隻 然後來兩斤高蟹 對, 說明了, 你就是要的 當然了 康主飲的同學很傻 我這麼大聲 來…各位, 來… 怎麼樣? 我要和你隆重介紹一下 這幾位是我的單位同事 這個大勇 你好… 你好, 張姨 這位是晴晴 你好… 對, 我們也是康主飲的媽媽 我們全靠吃了 對… 一看就知道 對, 生個樣子都這麼聰明 最重要是介紹這位關坦明先生 我的大學同學 後來就去了美國留學 在龜谷做了幾年才回來 正牌海龜牌 這麼加勢? 幾位有沒有名片? 聰明過來好像多點內容 有… 謝謝… 謝謝你… 對了, 關先生 你有沒有名片? 是這樣的, 美國那邊說是環保 不流行是名片的 蔡蔡, 還沒出名嗎? 對了, 今晚地仔要加班 對了, 講材料 那好吧, 我明天再約你了 各位, 菜式上齊了 好… 是 我替你解釋大圍 你多謝我, 是嗎? 是嗎? 關鍵吧 小聲一點 對面聽到的嘛 話說回來, 這餐是我的 盡情吃, 多吃一口 什麼… 坐一坐 我現在稍後過去你剛才說的 酒樓那裡開定位, 很快到了 你一加完班就馬上過來 來吧 千萬不要去 是呀…我剛才聽同事說起 原來那間酒樓在裝修 楚楚, 這樣吧 我稍後找人幫我做點事 我不加班了, 我去見你 長題, 長題喝啡, 好不好? 月記, 這麼多電話 不就是了, 家裡這麼多 有急事, 是呀, 面鏡 這裡有三百元, 結帳 金餐我請, 謝謝 張姨, 大勇, 晴晴 我有點急事, 先走了 我們慢慢吃, 姚記先走了 她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沒什麼事 是呀, 是呀… 我以茶代酒, 敬敬各位 好… 謝謝… 兩位早安 早安 早安, 早安 阿志仁, 還給我五百元 什麼? 還給我五百元, 沒有 什麼意思? 今天早上來人家拿到幽默嗎 幽默? 你的同學習慣了, 昨晚不夠錢 我給他三百元結帳 我給他三百元結帳 但他結帳的時候 打包了兩條煙, 一瓶酒 不是吧? 他還說他不夠錢結帳 他的稅用卡裡面全都是美金 酒樓不收 我不管, 粗粗磅, 還給我錢 什麼粗粗磅? 那就是不冤枉我 人家說一開始 就硬塞了三千元美金給你 三千元美金 就是等於兩萬多元人民幣 就是了, 你給我五百元 還有數位 什麼三千元美金 交我和他, 根本就沒有… 算了, 多多了 五百元了吧 是呀 過來拿 好 一百元? 只剩下那些, 都是出糧給你 要小心出糧 康主任, 你們上個月的獎金 請簽名 上個月的, 是嗎? 謝謝… 是你的 小大 康主任多少錢? 一百元吧 五百元 五百元? 你還給我五百元 不是吧 我之前還有一百元給你 正義, 正義 正義, 正義 正義, 我有事找你 我的手機呢? 我怎麼知道你的手機在哪裡 正義, 正義 別玩了, 康主任 昨天你那個海外朋友 為了談生意, 手機又沒電 就借了我的手機 他說托你給我 你不知道嗎? 正義和程正在做證 不是吧? 是呀 他問你借了手機, 談生意? 是呀 是呀… 放在我身上, 你那部Sophia 9020 這樣吧, 我明天找回來 拿回來給你 那盡快吧, 沒手機很可憐 是呀, 我就給車子進去 你這樣混蛋了, 乖得這麼盡 你知道買菜很困難嗎? 當然 日日糟, 大家想買什麼 各位親人 什麼? 想問問你們 快點大家打個牙膠 什麼事? 知不知道以前開餐廳的 那個閃仔明家去了哪裡? 閃仔明? 那個壞蛋? 是呀 沒有人間蒸發很久了 要不就死了, 要不就還坐牢吧 你找個什麼事? 我有個朋友 問起我說要找他 我又不知道就問問大家 這條街都沒人知道了 阿祝先, 周時都說 閃仔明借了他三元斤, 要還 總是想找他, 找不到 他找不到的東西 肯定就沒什麼指望其他 這樣嗎?省點了, 死心 那倒不是 不可以死心, 你知道嗎? 什麼事? 就算上天落地, 也要找他出來 為什麼? 他困了人家一大塊錢 不是吧 你們誰收到的, 你要知道他在哪裡 馬上告訴我 好 明白 多搞笑, 他又說我 兩位, 趁著阿飛走了 拜託你們一件事 我同學那件事千萬不要讓他知道 放心吧, 主任 我們一定會幫你保密 那就好 對了, 你知道那隻大海龜 電話或者在哪裡做事嗎 你不是搞笑嗎?康主任 你同學的資料還要我們給你 我自己當然知道 我怕他會給你們些資料 你知道現在的社會很複雜 我怕你會被人騙 他什麼資料都沒有給我們 電話也沒有, 地址也沒有 什麼資料都沒有 什麼資料都沒有 我記得了 他好像說過他在那間 什麼富豪大廈做老總 富豪大廈 李懷先生, 我想問一下 你知不知道這間大廈 有哪間公司有個老總 叫做關坦明 這裡有幾十間公司 有幾十個老總 你找哪間公司的 我就是不知道他在哪間公司 所以才問你 他長得矮矮矮矮矮 擦眉擦眼 一看就不像好人 你知不知道有這個人嗎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 你自己找一下 謝謝 怎麼了 有什麼事 沒事, 找一個人而已 你讓我去保安部 你自己找到哪個辦公司 你去哪兒 阿哥,我比人家中握了錢 我才這樣 幼仔,過來 做甚麼? 幼仔,我記得你之前 有座索菲亞 9020手機用的 買給三叔行嗎? 其實這台手機很舊的 我都想買給你 不過就讓我媽收回來 三叔如果想買這台手機 很容易嘛 外面有很多,好像有兩千多元一部新鮮 你也會說兩千多元,現在是貴的 即是便宜一點吧? 當然 那就簡單,你去二手市場買很多 手機就搞定了 現在就是要找大勇的身分證 然後取消他的舊卡,替他補回新卡 Danger,趁著大家吃飽飯 不如出一條IQ題給你 好,你說吧 你說,你想問我拿身分證來用 但是不可以讓我知道 你會出一條什麼計劃? 二個吃雲吞吧?我會說 阿三,我想以這個名義去銀行 開個戶口,全十萬元給你養老 你還不馬上給那個身分證項? 是嗎? 是嗎?現在你瘋得還沒好 又沒這麼大的高峰,你隨便滾 憑這種理由肯借給你那個 不是瘋的都瘋了 你瘋了 聽…聽到 IQ這麼低的人都說你瘋了 麻煩你… 阿三,你IQ低了 你叫什麼… 正經一點,幫忙想想 阿二… 你不是想借身分證嗎?借了幹什麼? 是呀,我現在知道他瘋了 告訴你這個年頭 借身分證比借錢更難 阿二… 空大臣,這樣,你到底拿了那個電話去哪裡 真是大夢 可能最近工作多做,有神經需要 所以忘記了 放心,明天我一定記得幫你戴 明天 好,先吃東西… 好 大勇 是,甚麼事 是 拿你的身分證給我 拿我的身分證? 是 做甚麼 工會那裡說要辦計生寶茶 我打算叫你拿過來 他們都交完了,欠我們東西 神經病,第二天都沒甚麼茶 我還沒結婚,兒子也沒過生 不交,不交 不用這麼怒吵 人人都交,上面叫道,你也要交的 身分證額在這裡,但我不會交的 不是說我針對你 我只是覺得上面做事好不切實際 你不說嗎? 不行,我先問問 不用問,哪用上去問 我和你上去說就行了,是嗎? 好,行,你不交,不要緊 你還沒結婚,還沒生寶寶 是呀 大勇,話說回來,11時多了 你還沒吃飯? 是呀 那我先吃飯吧 是呀 你也別做那麼久了 是,行… 好,再見 她不在這裡嗎? 是嗎? 呼… 大勇 你怎麼回來了? 糟了,剛才不在,不見了嗎? 大人,你不見了甚麼? 沒有,我不見了,對了,我看著 剛才我走了,有人來趕我櫃桶嗎? 沒有,怎會有人趕你櫃桶? 只有我過在這裡,一直沒有人進來 在這裡,我多大夢,吃飯忘記帶飯靠 吃飯吧? 真是大夢 想甚麼看都沒… 不是,我沒有可怕... Mix我一起吃飯 吃飯吃飯 我應該不會ava吃飯 吃飯? 吃飯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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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怎麼氣喉氣喘 主任, 這麼急什麼事 大勇, 別再吹著我了 你的電話 主任, 你不在辦公室給我 要不需要拿下來 那我給你就算了吧 還要問哪裡給的 要不要?不要我多用一會 當然要, 升降機到了 中文熱水涼, 舒服很多 老公 姐 好像那五百元獎金已經出來了 對, 出來了 對, 原來我拿給你保管 不過老婆, 我借給人 二嫂而已 二嫂問你借錢? 你自己是一家人 而且我答應了二嫂要幫她 幫幫別人 還不, 稍後他們幫我們 那倒是一家人 老公, 二嫂給你, 你記得走 我知道, 放在你保管 不准我們買車 飛呀飛, 看看, 帥不帥 我真的買了 對, 我撐了很久 終於抵到她降價才捨得買 多少錢 兩千元不用 爸爸 還有沒有提示嗎? 有提示的 阿少… 大嫩, 兩千元 買這種麥包嗎? 獎勵一下自己 真可憐 看來不是跟幾十雞的差不多 真可憐 媽媽, 這樣怎麼同呢? 人家現在是昌盛街大富婆 你要說那些…有什麼事? 要說臉書 大伯, 你也很厲害 做了幾天, 發狼老闆 懂得用到冒糞 又懂得說人囂糞 話說回來, 你厲害 你一句句都全是英文 真的要說 我免得跟你說 二嫂嗎? 二千元? 是啊 你這麼有錢買這袋子 為什麼你還跟阿姚借五百元? 我問阿姚借? 什麼時候? 二嫂? 一家人, 有借有還就行了 你是不是很不妥? 很不妥, 為什麼你花這麼多錢買袋? 這是原則性問題 如果我真的不行, 我沒有問你老公借 我…我現在沒有, 我沒有不行 幹嘛?現在是你老公不行 他問我借過錢 先過兩天就借了四塊錢 說要買什麼二手機 那你說誰不行? 他問你借錢嗎? 當然 當然了, 是不是真的嗎? 是…是真的 我是問阿姨嫂幾百元買一部二手手機 你幹嘛無緣無故借錢去買手機? 還有, 你那五百元獎金去了哪裡? 那晚你究竟跟誰吃飯? 那三千元明天是怎麼回事? 我還沒說完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